有钱人装穷,没钱人装富,难道这就是现实社会,社会新特征一时还接受不了啊上班的时候,不好好上班,胡思乱想,晚上有有应酬,回来说假话骗人,哎这一切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啊。 在大人面前,孩子错了,在才怕面前,求援错了在领导面前,员工错了,在现实面前,理想错了没结婚的,跟结了婚的一样同居,没有钱的像有钱人一样装富有钱人像,没有钱的人一样装穷,大人跟小孩子一样越来越幼稚。